登高望遠留下來 因為站上臺中魚市場 無樓 放眼看過去 這一大塊停車空間 確定找到新主人 地主從伴桌 往潮崗城的前董事長 丁靜爵 變成臺中魚市場公司 他就是潮崗城集團的前董 做丁靜爵 因為債務問題 名下三筆農業區用地遭到法拍 第一拍三月底登場 底價二點五六億流標 專家預估可能要到第三拍 才會有人接手 沒想到第二拍以二點零五億 順利排除 換算下來 平均每平單價約十五萬 以現況而言 臺中魚市場是房東 易主經營的潮崗城集團則是房客 臺中魚市場取得三筆土地 擴大腹地 以停車使用維持現狀 需要超前部署的除了假以十日 魚市場如果需要改建 絕對需要備用土地空間 考量關鍵更與物理有關 如果這塊停車場讓第三人拍定取得 可能會衝擊到他的停車使用的便利性 這時候臺中魚市場的這個優勢 這個場地的優勢就不在 透過拍賣機制取得土地 臺中魚市場公司接手盯進 覺得農業區用地 不僅全力保持腹地完整 也讓魚市場園區獲得 控制南側零路出入口的權利 三星王子宇 臺中報導 消耗